這輛是我第一輛聽不到太吵的電動車 因為你開慣你這輛 我這輛是大量的 我想暫時這一刻 它應該是我們坐的最舒適 最 Luxury 的電動車 是嗎?應該也是 你這輛不是有開關嗎? 我這輛沒有,很廢的 好吧 老闆是否舒服呢? 回答你這個問題前我發現有點不妥 好像差點東西 這輛EQS 欠一個女秘書 女秘書欠了兩個 但我坐下來後覺得 為何這麼直 我想調校一下椅子 不能再調校車 同時我最期待的Hyper Screen 因為Hyper Screen是選擇 選擇嗎? 老實說你還未加錢 第二件事是坐得比較直 是因為這輛車是pre-production之類的 所以有些東西是沒有了 沒有座椅是不能調校的 對呀 老闆車來的 到時你買東西就有了 我想香港那邊很想很快讓車來試 所以未齊齊了都要先用 明白 那你覺得後面是怎樣呢? 後面空間是很強的 這輛車的view base好像很長 兩輪分得很遠 我就覺得車整體上看來很小 但在數字原來是跟S-Class近乎一樣 這個空間是很強的 我的腳有很多地方放 我這樣放就行了 但我建議大家不要跟這輛展示車 用白色地毯 整個地下很骯髒 糟糕了 但各位觀眾有沒有感覺到這條影片 我們的聲音更清晰了一點呢? 我想原因是這輛車真的很安靜 其實我們試過這麼多電動車都安靜 但電動車很容易 因為沒有了引擎和機械聲 而突顯了某些聲音 路噪、胎噪 為何這輛沒有呢? 我都覺得不單止我和你覺得 我們的攝影師上車時 他第一個說話說甚麼? 說甚麼? 為何上車我眼睡? 你知不知道我接著回答甚麼? 為何我駕駛也會眼睡? 因為我平時是出名 如果駕駛是不眼睡的 我發現這輛車真的超出了 我試過所有電動車的安靜層次 證明隔音是S-Class的層次 再拿出電動車的特性 將它推到極致了 因為我看了老闆和我看這輛車 這輛車才是70多頁 大概有一板紙說正 簡單來說 甚麼都有隔音 摩打有隔音 地台隔音很特別 而電池很硬 理論上會傳聲音上來車廂 他都說要隔音 這是Liftback Liftback的缺點是比較吵 後面的聲音會傳上來 但後面有兩重隔音層 變得很安靜 你後面還有甚麼感覺呢? 很穩定 無論左右的擺幅 還是加速減速 我都好像沒甚麼特別大的感覺 這一下就突然壓得太了 因為很多時電動車有蕩能回收 再加上加速力強 是難控制的 尤其是駕不習慣 很容易坐下坐下坐下 但我今天這樣坐 我覺得很舒服 會不會是你的車好 還是你的車舒服呢? 這個是佔了九成 誰佔了九成 即是我的車好 這輛車我自己駕上去都覺得 發生甚麼事呢? 那種穩定順的感覺 真的好像浪油一樣 只是太空滑行的感覺 對 我有點坐飛機的感覺 不是很接觸地面 在浮浮一下 所有動作都不會有很硬的成果 剛剛和Edmond試過 S-Class的汽油版 那它跟這輛的分別在哪裏? 如果單計坐在車廂裡的感覺 我覺得兩者是不相伯仲 但這輛的更近地的感覺是強一點 即是我和外界隔絕一點 我覺得這輛是一輛豪華房車 都必須具備的條件 這輛真的感覺到分水嶺 汽油版和電動版是完全兩回事 穩定和安靜 這輛車的前後輛都是25-25度 也挺闊的 聽不到太噪那一刻就真是神奇 這輛是我第一輛聽不到太噪的電動車 這麼有趣? 是呀 因為你開慣你的一輛 我一輛就大量 這輛是空氣懸掛 空氣懸掛很多補急車都有 這輛有一個神符奇技的地方 就是空氣懸掛反應很快 剛才說急扭那一刻 其實應該重的車是會洩底的 這輛車是2.4公噸很重的 立即沉下去 我覺得它又能夠用電子科技 去克服到車重的問題 又發揮到車重的穩定優點 厲害 即是它將電動車可以變成超豪華 Ride Quality 的潛力 完全發揮出來 我想暫時這一刻 它應該是我們坐的最舒適 最便宜的電動車 是不是呢 應該也是 你後面有沒有乘坐上的缺點 我覺得乘坐上的缺點 乘坐上的缺點 乘坐上的缺點 是稍微低一點 要這樣伸前跌 它夠位伸前的便能浪到 但如果這樣坐就會有少許位 我想都是因為地台放電池的關係 否則它再升我就頂著頭 會否覺得有點優弊 因為這是斜頂 還可以的 因為天窗夠大 而且我還未至於很貼的頂 它這個斜頂都來到 差不多這裡才開始斜 你作為司機 你感受又如何呢 我上車第一件事 我不是感受到甚麼 是發覺這麼奇怪 為何這麼長的車 5.5米的車沒有車頭 我看不到車頭的意思是 你有沒有試過長車沒有車頭 似乎是不會的 尤其是S-Class S-Class頭是長的 這樣才貴起 我看上去 為何我正在駕駛NPV 有些錯亂的感覺 加速力 像是一部3公升綠氣缸的S-Class 所以對應3、4、8匹那種S-Class的感覺 這部是450 Plus 0至106.2秒 大家就不要期望這車是好爆的 是 我試過盡有加速 Sport Mode來說 都是偏向長順 沒有任何爆點 這輛是否一輛很能玩的車 就要說另一個奇異的感覺 這輛車是長的 5.5米 但感覺真的很短 長,但感覺短 你猜是甚麼原因呢 我想回答 有後輪轉向 對嗎 你回答一半 後輪轉向有兩種 一個是4.5度的後輪擺動 一個是10度的 很誇張 這輛是最簡單的 是否標準已經有 標準已經有 已經覺得很有效果 會不會有點難適應 你又覺得沒有車頭 不是難適應 我可以想想 我自己刮醒自己 市區高速度的燈位 是否不可以貼得太側面 或是要遲些才扭 我已經刮到輪 所以大家要記住 這輛車其實就不短 真的有引擎聲 剛才我們在按 中文名字很壞 音景 音景 不要讀錯 音景 聲音的音 環境的景 是否有引擎車的聲音 突然播出聲音 這輛車我買 因為你自己可以開 可以習慣 這輛車是最重要的 而且我不是很喜歡 泰坑那種UFO的聲音 太科幻 對 它還要加錢 你是否有事想問我 我有事想問 這輛車的動能回收 可以有多少級呢 因為我這輛是沒有的 不能選擇 級數就不太方便 你這輛不是有開關的 我這輛沒有的 很廢 好吧 這輛有加減撥片 這輛3級 這輛顯示 加強回收能源 最厲害 我便收一收 有了 都可以 都可以 我有沒有說過 輛車的輛車 好 有考慮 780公里 這麼多 你估計電量有多大 kWh 100 120 沒有 一百零幾 MB EQ 加速力 沒有Tesla 那麼強 續航力 又不太省 那電池在哪裏 這就是一個答案 這輛車 為何這次可以突破 這輛車 它沒有詳細說 它是控制電的計劃 電是自己去研究的 它說整個電都是在德國製造的 這是其中一個原因 但是沒有說清楚 我純粹看數字 你知不知道你這輛後驅Model 3 電耗100公里是用多少kWh 13點多 差不多 這輛車你估計是多少 我給你一個提示 後驅版Taycan 20至25公里 這輛車要28至30公里 我也是這樣想的 但結果是15至20公里 我覺得它真的不算差 是很厲害 但有多厲害 是否叫做厲害的Tesla 我就不敢說 總之是厲害 起碼比以前厲害了 對 還有780這個數字 我打一個八折給它 是多少 走到500多以上 等於一輛車的一缸油 終於我們到了一個世界 就是一輛車充滿電 就等於一輛汽油車 一缸油 通常上路的車就是你不知如何調整你的位置 先調整一下 這輛車有很厲害的功能 就是輸入你的身高 我的身高就是220 沒有171的 按開始定位 可以調整一下 和我調整一下 升高了我 軚盤都會動 對嗎 軚盤正確 所以就不動了 所以這個位置就適合171的身材 你看到這個 PM2.5 對 現在有2字嗎 PM2.5應該是懸佛紙的尺寸 對 我們可以看到 車外現在空氣質素是良好17 車內是2 兩 即是好 即是有HIPAA或其他過濾網 有HIPAA 重點是減少這三樣東西 你好平時我們玩一下 玩一下 可不可以再說一次 我看那份幾十月的Epassive List 它有一個新的功能 就是可以教你怎樣使用這部車 例如你問你緊急的First Aid Kit 在哪裏 它可以搭你到哪裏 我不知是否中文還可以 可能是英文版可以 粵語版還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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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粵語版我都沒有找到 都沒有找到 我們不如出去看看外面 好 剛才我駕駛時就說我看不到車頭 出到來就明白了 明白了 第一個車頭就短 第二就是這麼斜的 一個斜台 這樣下去 原因你知不知道是怎樣 原因就是AERO做得好 AERO很恐怖 0.2 難怪了 整個車頭碎到這麼低 封阻係數可以0.2 結果就是怎樣 變成了一架GS 這架GS 是不是T字型那一架 還有A柱和頭錦的斜 不好意思真的有點像GS 但無論如何 我覺得都不是一架頂級房車那種貴氣 始終沒有了長車頭 是不是老土的關係呢 可能有老土 但坦白說我也認同 沒有了S-Class那種氣排 S-Class走出來就有一種隔起頭 很長的氣排 這架很明顯的 由車尾車頂到車頭 滑下來的位置是很長的 所以令到頭尾好像沒有了頭 沒有那種三雙式的氣勢 就是了 還有車頭當然是封死 這個鬼面紮 那些星星的圖案 你可否接受到呢 你不喜歡嗎 我覺得好像LV的袋子 整個袋子都是圖案 但是平致F1車隊的戰車都是這樣的 那我要回S-Class的東西 我不是開F1 可能鹹味頓喜歡的 至少車頭這條這麼長的LED 挺有型的 很少看到裝在中間的 通常是兩邊 對 這裡有個人夫的貼紙 很正常 那邊你猜到甚麼 Mersedes 那邊寫著Mersedes 為何有個Mersedes 在這裏呢 是否要提醒司機 你在駕駛這輛車 我就不知道了 這個長型的充電位 這麼有型的 厲害 可以這樣充電 是甚麼 都放了玻璃水 為何不打開頭蓋 因為打開頭蓋是幾乎的 因為頭蓋是沒有位置放東西 不像我的Model 3 對 那怎樣叫裝門 知道嗎 倒捨就叫裝門 其實我也不知道 車頂一條線去到車尾 都是沒有一個很突出的位置 不過前後也是很短的 所以我覺得更加不像房車 但Liveback也有它的優點 你看這個尾箱大 這裡有個袋 顯得好像粒豆 這麼小的 這個簡直是旅行車的地方 這個是BB床的尺寸 我想睡進去 600多L 你是一個600多L的BB 就可以了 下面可以放充電線 好了 說到這裏 你的車多錢 多錢 我沒有留意 多錢 老闆不用你多錢 正確來說 EQS450 Plus 價錢是161萬 一換一 減多19萬稅 即是142萬 如果你嫌錢太多 另一款都會來香港的AMG53版本就適合你了 正價270萬 我想問你一個終極的問題 就是大家經常都說 Tesla在電動車來說 不知為何總是比別人厲害 加速力和航距都沒得彈 現在我們試了EQS 這是一個Benz的晒冷之作 你覺得它能否平手或超越Tesla的電力水平 如果計算這個電力管理 我想它已經追回很多 但是超越就應該未 但是這部車很厲害的就是 它將一些電動車的特點發揮得很好 而它將它變成一個豪華房車具備需要的元素 它發揮的方面就不是發揮 加速力的方面 它跟Tesla想走的方向是有些不同的 豪華車來說這部真的不能彈 真的不能彈 我們不要離開 由頭離開 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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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以 不可以 走啊你 Get out Get out of my office My 他說不好意思 嘿平次 離開 關機 好了 沒了 由頭離開 它冷氣又去 這部是展示的 是